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,战争虽然导致生灵涂炭,破坏了人们美丽的家园,但不得不承认的是,战争时期是人类科技水平发展最迅猛的时期,我们今天的计算机时代,追根溯源,还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谍报分析系统。 二战期间,科技就是战斗力。各国卯足了近发明各自的战争武器,想象力成了推动军事力量发展的直接动力。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,这导致其他武器平行亮相。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二战17典型的脑洞武器。 一、永不沉默的兵航母。 1942年,二战进入白热化阶段,纳粹德国凭借一款叫做优艇的潜艇,击沉了盟军3500艘舰船,造成4万5千人死亡。 英国运输船更是多次被击沉,导致后备军需常常供不应求。 德国优艇 为了对付德国的水下狼群,盟军决定制造航母给船只提供空中掩护。 所谓航母,全称航空母舰。 是一种以舰载机为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,可以供舰载机起飞和降落。 拥有驻海上霸主的地位,谁拥有航母,谁就掌握了大海的命运。 然而这个想法,却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。 战时本就钢铁资源十分稀缺。 航母这种大工程,简直不能再奢侈。 一时间让丘吉尔一筹莫展。 丘吉尔 然而贫穷并没有限制英国人的想象。 一名叫杰弗里派克的记者,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。 用冰块建造航母。 杰弗里派克。 当时,蒙巴顿将军觉得这一提议可行性很大。 于是实施了著名的哈巴古工程。 准备建造一艘人类史上最大最魔幻的船。 冰航母设计图。 按计划。 这艘兵航母最高排水量,达200万吨。 可搭载200架喷火战斗机,与100架文士战机。 火力如同庞大的岛屿基地。 这艘船永不沉没。 只会慢慢融化。 1943年。 专家小组在加拿大洛基山脉下,开始建造冰制试验品。 在不断的实验中,他们发现,14%木屑与86%的水混合结成的冰,不仅不易融化,且坚硬塞过混凝土。 这种强悍的材料,被命名为派克瑞特派克瑞特。 据说建成的建体三年后才完全融化。 航母模型制作。 然而,由于动力设计的分歧,加上葡萄牙允许英国使用亚素尔群岛空军基地。 建造航母的需求不再那么迫切。 哈巴古工程最终被架停。 据说当时建成的建体三年后才完全融化。 不过派克瑞特并没有被浪费。 至今仍被广泛应用。 如今艾斯基摩人常用派克瑞特建造冰屋。 二、一万个神奇气球。 要说战争史上最疯狂的脑洞。 那就非日本飞向计划莫属。 1944年。 美国对日本展开了大轰炸。 气急败坏的日本妄图报复,却有心无力。 这时,一位名叫荒川秀俊的气象学博士,研制出的超级秘密武器,让全日本燃起了希望。 荒川秀俊,这一想象力满分的秘密武器,到底是啥? 那就是,让成千上万个巨大的热清气球,吊住中磅燃烧弹,在日本本土点火升空。 借助太平洋上空稳定的气流,向东飘过太平洋。 到达美国落地爆炸。 简直就是自力更生的低配版洲际导弹啊。 气球炸弹设计图,日军大本营大为赞赏这一计划,决定给老美来个出其不意。 于是造气球运动,在全日本如火如荼的展开了。 当局发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,大部分电影院被拆除座位,用来容纳直径十米的巨大气球。 由于男人在外打仗,妇女和孩子成为制作武器的主力军。 场面一度十分壮观。 按照设计要求,气球必须升至一万米的高度,才能进入稳定的东序气流。 为此荒川博士做了无数实验,最终用一种辣椒根制成的糯米纸质做气球主体。 因此,辣椒根被作为军用物资征用。 全日本掀起了辣椒种植热。 气球炸弹放飞那天举国欢庆。 可惜日本人却始终没有收到胜利的讯息。 随着这些气球也下落不明。 飞向计划带着遗憾不了了之。 实际上,大洋彼岸的美国,也确实收到了来自大和民族的礼物。 只是美国当局怀疑是生化武器,立即对外封锁了讯息。 让日本以为没有一颗气球抵达美国。 美国总统罗斯福 1945年5月 美国俄勒冈州一位妇女与5名孩子在野吹时,不幸被气球炸弹炸死。 这是二战时,美国本土唯一一次 因敌方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。 飞向计划之所以未能达成目的。 在于时机选择错误,飞向攻击持续的半年。 恰巧是美国的冬季和雨季。 这时候爆炸的燃烧弹,不可能引起大范围森林火灾。 如果攻击选择在旱季,攻击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多处森林大火。 另外,由于害怕美国的报复,日本军方一直未敢采用生物武器。 三,比五层楼高的坦克。 前面说,英国一直想制造超级航母。 在武器制造方面,德国也不甘落后。 希特勒觉得越大的武器威力越强。 于是打算造个巨无霸坦克。 希特勒,为了制造战场上最强大、最通用的装甲机械P-1000超重型坦克计划,就这样诞生了。 这个大胆的想法,由德国到克洛伯公司研制。 从设计图看,这台巨无霸坦克光式铝袋就高11米宽4米。 套台有十几个人高。 P-1000与普通坦克对比。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,科学家发现,如果研发完成后,设计重量可高达1000吨左右。 这样的大家伙活动实在不便。 最重要的是没有一座桥梁,能支撑起这样的重量。 也就是说,这辆超级坦克没有办法过河。 完美诠释什么叫大而无当。 P-1000超重型坦克的研发,在1943年,被军备核战时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中指。 没有一辆P-1000被生产出来。 德国军备核战时生产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。